宁波67岁的张老伯 近日睡觉的时候突发脑梗 还好老伴发现了计时 并送往医院才挽回了生命 老伴说张老伯平时就有打呼噜的情况 可是那天打呼噜特别异常 你平时要想 而且一口劲传得老长 他觉得很奇怪 也叫不醒 于是立马和儿子送张老伯去医院了 像张老伯这种情况还有很多 但是很多人没那么兴 大多都是隔天睡醒 才发现身边人出事 在冬季 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头号杀手 大家一定要提法 根据专家介绍 大概有10%的脑梗都在睡梦中产生 而脑梗抢抢救的时间是4.5个小时 只有即使发现并立刻送到医院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 因此在日常中 病人及家属一定要关注到心血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表现 特别是睡觉的时候 睡觉出现下面4个表现 说明脑血管已经堵塞了 第一个表现是 睡觉的时候总感觉手脚发麻 睡觉的时候感觉手脚麻木特别是单侧 这是危险的信号 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脑部供血不足 肢体出于末端麻木的感觉会更明显 就算那厚厚的被子盖也无法改善 第二种表现是 睡觉的时候经常手脚冰凉 如果血管堵塞 血液循环会变差 手脚出于肢体的末端 血液供应不足的情况下 就容易手脚冰凉 第三个表现是 睡觉的时候单侧流口水 大脑缺氧的时候会导致 双侧皮肢脑干素受到影响 出现射下功能混乱 患者容易出现单侧流口水 或者眼歪眼斜的情况 第四个表现是 头痛 晚上人的活动量是非常少的 血液会更粘稠 这时更容易形成血酸 一旦血管堵塞 就会出现吃起起的头痛 这种头痛往往导致患者 难以入睡 当患者出现动肺硬化以后呢 血液会严重缺氧 脑部供血不足 就容易打酷琴 如果是白天也是如此 那就要引起重视了 那么 预防脑梗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下面说四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 少盐 少油饮食 少吃胭脂食物和高油脂的食物 这些会导致汁汁沉寂在血管 同时影响血压 引起血酸 清淡饮食能够改善血压水平 减少动肺周围硬化 第二个方法是 控制血压 大部分脑梗患者都有高血压的情况 高血压会损害血管内皮 加速动脉周样营化 第三呢 是要戒酒 戒烟 抽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 刺激血管收缩 长期喝酒 则直接影响大脑神经 并增加心脏负担 甚至引起脑梗 第四个呢 是要定期检查 特别是 中老年人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 定期检查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法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除了要注意平时睡觉的异常情况以外呢 同时